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迷雾有迟及 指此见性门 愚人不可惜 人有上根立志 即中下根起之分 才导致迷雾有迟及 因此 我们应该怪自己 不要反而认为哪个法怎么样 俗话讲 不会是传 弦西弯 那条西就是法 它摆在你面前 是你自己不懂 你也不要以为你懂了一个法 而将之当成最好的 其实 只是这个法适合你而已 你当持慎重之态度 你学佛法许久 到底有没有进展 你要观察一下 你是拨空来学习 时间 不仅仅是金钱 更是生命 你得看清楚 你到底在学什么 若没有进步 你就要赶快调整 观察 看问题是出自哪里 此时 要审视的是 一 知见是否正确 二 是否有实践 有的人喜欢佛学 但有的人却喜欢学佛 这都是知见偏一边 学佛是行 佛学是解 若无佛学的理论和方法 你就无法效法佛陀 此时一体两面 二者 都要配合 既有佛学的理论和方法 又能效法佛陀实践的修行 这样 你才真正懂佛法 才能真正大彻大悟 法没有问题 所以你不要分大成小成 原始佛教或汉传 你亦不应处处考据 没有人知道六祖谈经 是不是六祖讲的 或佛经是否佛陀亲口所宣 就连四书是否是孔老夫子所说 也没有人证明给你看 或者福西 文王 周公 亦无法证明医经是他们发明的 其实 无论你所读的书作者是谁 只要对你有帮助 就有意义 你不需去考据 有人认为大成非佛说 但大成经典能让人受益 而且他的境界很好 你深入去读就会知道 让你受用就是利益 不管黑猫白猫 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抓的是我们心中这只老鼠 就好像吃水果 究竟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好 不需要争辩 你吃的健康才重要 况且 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 否则 按照养生专家的理论 那些修行人 不要说过午不时 他们维他命 A B C D 全都缺乏 却有人活到120岁 真正有智慧的人会去做 没有智慧的人 则总是停留在支箭上打转 各唱各的调 各说各的对 那是没有意义的 悟得快的人就称之顿悟 悟得慢则为见修 其实还是你自己来决定的 不需要争论 八万四千法门 讲的就是一种现象 但任何一个门 最终都只是要进入此见性门 常言道 条条大路通罗马 罗马即见性 六族所告诉你是 是最彻底核心的法 学佛法要有勇气 你不要认为你这一辈子 开悟见性是不可能的 这是邪见 天底下的事情 因缘成熟便水到渠成 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 如果因 如是果 因缘成熟 自然就会开花结果 这 不需要你担心或否认 八万四千法门 就只是叫人觉悟 但是一般愚昧之人 不可知悉 原因就在于 一刚开始 他的信就不够 这样他何能解 既然不能解 就不能行 既然一步都不能踏出去 他就不能亲政 见性的法门 一般人难以了解 因为见性 无形无相 一般人 只能了解 有形有相的东西 佛性或空无 或无相 或无形 你必须借现象显出道理 即在有处看到空 在空处看到有 此即不落两边 就是中道之意 文后思维 你学佛的目的 是要见性吗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达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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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